好了 回來了 現在要講講英國的消息 英國方面當然 有一件事他們正在做的 就是做手上跑馬仔 究竟這個手上跑馬仔 現在的狀態在哪裡 現在357個保守黨的國會議員裏面 有204個出來表態 根據悲悲思三小時之前的數字 這個新位成 有128個國會議員支持 我覺得他已經出來了 剩下的就是Boris Johnson 約翰遜 現在約翰遜有53個國會議員 表態去支持他 最後一個就是莫佩林 佩林就有23個國會議員支持他 但是實際上 說了會出來競逐大衛的 只有莫佩林一個 其實新位成 他是沒有說過會出來選的 這個我們一定要說清楚 現在真的出來說要去選的 就是公開說了 就是莫佩林 公開說了就是莫佩林 當然 如果 如果他們三個人都拿夠100個提名 即是有超過兩個候選人 超過兩個候選人 他會這樣的 他的選舉辦法就是 最少票的人就收他的皮 然後就剩下兩個候選人 剩下兩個候選人 剩下兩個候選人 就去投票 其實投完票之後 當然 就會找到那個 誰做的 現在 會不會找新位成出來揹握呢 不知道 因為 較早前也有消息出來了 就是說 波羅斯 約翰遜 就去找新位成 去會面 去聊聊天 現在新位成 看上來他是領先 這麼多人 100多人出來支持128個 但是 波羅斯 約翰遜 他那邊的人 現在也出來說 他們很有信心 他們很有信心 現在根據BBC的計法 他只有53個人表態 但是 這個 約翰遜的團隊 他們 也說 他們已經超過100個 國會議員支持 所以現在看到的情況 就是 未知究竟 約翰遜會不會回閹 這是有可能的 這個新位成 真BBC 就看死他 沒得了 因為他不是白人 但是 我的看法 跟他有點不同 之前我也有說過 就是 在現在 要揹握的情況下 要處理一些 根本上 沒有人可以處理的問題 你可不可以 找一個有色人種 出來揹握呢 這是有可能的 這是有可能的 我的看法 跟真BBC是不同的 真BBC很堅定的 說 你不是白人 肯定沒有做 但是 但是 我認為 這次他要找一個人 出來揹握呢 這個情況 就可以很不同 當然 這個 約翰遜 就是一個非常有型的人 你看到 他也不覺得 他是一個 政客 但是 他現在回來 他有可能 重登 這個首相的大位 有其他人 都說過 有可能出來的 但是 有很多人 都說了 不會選的 譬如 之前我們說的 Jeremy Hunt 這個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Jeremy Hunt 他早就說了出來 他是不會選的 因為現在的環境 其實 講一句實話 我告訴大家 真的太複雜了 整件事 不是很理想的 就是現在英國的情況 任何人上去 都是處理不了他們 實質的問題 我認為是 Daniel W.說 賭賠率 就像新衛城 上次新衛城 我也要說 上次他們 都差不多 好像贏了 結果 就走了 卓慧斯 那時候我也說 卓慧斯 應該的機會是大些的 Happy Wonder 也感謝你的支持 所以 Nambo Wong 就說 三百多個國會議員 沒有人合適做首相 他們就是個個百資人工 其實是的 那 找個有色人種去援握 其實可能性也是高的 我覺得 小玉 他也說同意我 我也覺得是會的 不過 他也有可能 對 我的看法就是 所以 Boris Johnson 也不是不可能 其實現在是這兩個 隨便一個 莫佩林應該是沒有的 強勝 就是現在最大的得益者 是財商 如果 到大選之前 他們應該會再換一次首相 會再換一次領導人 大選之前 他會再換一個 到時候 我認為可能是財商 或者是 Ben Wallace 就是 如果他可以繼續搖下去的話 就是 如果Ben Wallace 就是 到時候 他說出來要做的話 其實 他是有機會 因為 因為 不可能 最初 上次 其實 都有人說 Ben Wallace 都是有機會的 但是 Ben Wallace 很快就說不選 這個 侯俊偉 侯俊偉 Jeremy Hunt 他也是類似的情況 如果 他出來選 其實他一定會贏 但是 問題就是 他有沒有好處 他們自己也有算盤 做這些議員的人 自己也有個算盤 要想一下 如果我出來選 我到最後有沒有好處 對不對 Chloe 就說 如果全民一人一票 選 應該不會是印度人 應該也不會 也謝謝Happy Wonder你的支持 讓我再看看 讓我再看看 何虎 他出來說 他自己習慣了一個人 但是 他的女朋友 控制欲很強 這個 你的個人問題 我勸你 都是 自己慢慢處理 這是很難搞的事 你 你說的問題 我都很深表同情 這個是 難搞的 你自己處理一下 你的問題 比英國首相更難搞 英國首相 其實現在 誰出來做 都是貝窩俠 如果 他自己做 其實他是有承擔 一些 還有 這個人 沒錯 他什麼規矩都不守 為什麼他會下台 其實某程度上 就像 洪惠文 開了生日會 那些 結果 就 沒得做 現在 其實還有 調查 約翰遜 這個人 就是波特 Johnson 有沒有在國會 那裡 明知 就是 情況下 都是誤導國會的 現在就是要調查他 但是 還未能調查得到 現在就 那 好了 那 那 Sam 崔也說 其實 大部分香港議員 都是差不多 即是 都是白鬥人工 大概是這樣 那 那 青山桃花麻醉員 又說 如果 波特 Johnson 當選 他一定報仇 重整內閣 但是 Jeremy 亨那些 他沒有去 搞波特 Johnson 其實 你現在看一下 那個保守黨裡面 他有一幫人 就是要 整死 波特 Johnson 以及整死卓慧斯 其實他們兩個 是同一幫人 那幫人裡面 根據BBC 他裡面 看到那些 就是 誰撐誰的 資料 就是 其實 反對 波特 Johnson 的人也是反對 卓慧斯 他們主要就是撐 新衛城 情況就是這樣 究竟 為什麼會這樣搞呢 我相信 那幫撐新衛城的人 其實都是不安好心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撐新衛城的話 去到大選之前 一定會推倒他的 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因為如果你 靠新衛城 去領導保守黨 去大選的話 他們一定輸到影都沒有 現實就是 因為你又搞過有色人種出來 在英國搞過有色人種出來 帶領一個政黨 老實說 他也是 現在他只是找人出來 背鍋 支持新衛城 那幫人都不是 什麼好人 我覺得 我看到那個清單裡面 大家如果不相信 你可以去 BBC那裡看 因為BBC那裡 它是有清單的 它是有講明 哪一個 國會議員 是支持 波特 Johnson 支持這個 新衛城 支持這個 莫佩林 其實是有清單的 所以 那個情況 就是我很粗淺的看法 就是 現在找人來揹鍋 Boris Johnson 他下面那幫人 他們 會不會好一點點 起上來 我覺得 支持Boris Johnson 那幫人 其實那幫人是厚度一點的 不過這個是我個人的看法 就算好像Ben Wallace 他也是 照樣支持 這個 Boris Johnson 我說句實話 其實 有些人的想法 當然會和我不一樣 我 觀察到的事情就是這樣 不過不要緊 說到這裡 英國的事情 就說到這裡 休息一會兒 回來 我們再講其他話題 休息一會兒 好 關照 就算 就說 我們 有些人 在眼線 沒有 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